好 那我剛剛看過這個全鬥誌的之後呢 你會把它存檔下來 那我現在就先 我先存一下好了 那我們再來開一個新的 我們等一下就來錄所謂的什麼 那個 就是有SMART的 就是它以拍照為主 那如果你有脫衣的 就自動幫你錄影 自動的平檔支援那個比較方便 因為這樣會有多張 然後自動幫你接力多張 好 OK 好 我們就來開一個新的 錄製新的 那這個時候我就按第三個 有沒有 SMART的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一看 一樣在右左邊一樣有那個操作的編輯 你可以知道說 因為我的快部件是哪一個 事實上都一樣 都一樣 可是呢這裡有另外一個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暫停跟 停止這個沒有問題 還是POSE跟END 但是 這裡有一個叫做手動錄製 什麼叫手動錄製 因為我們剛剛說 它會自動幫你拍螢幕上的畫面嗎 可是萬一 你是在講解的過程 可是它沒有幫你拍到 如果你認為這個畫面很重要 我一定要 不管你有沒有知道 我就是一定要幫你盤錄下來 這就強制排花面 democrat screen 這樣了解 那麼相對的 因為 你會有靜態的 就會有什麼 動態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 我一定要注意的 因為你可能之前有試過說 它知道排頭好像效果不好 所以我要強迫它 這一段就一定要注意的方法來做 你可以按F9 按F10 這樣了解嗎 F9又開始用錄影的方法錄影 F10就停止錄影 這樣沒關係 所以我們再把另外兩個快速鍵把它加進來之後 這樣我們就來試一下囉 好 那這一次呢一樣 我就一樣抓全螢幕好了 好 OK 我抓全螢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樣 最近 Google地圖不一樣了 Google地圖地圖 我們看一下 平常各位看Google地圖是不是都長這樣 很正常嘛 這樣沒有錯 不過呢 它最近呢 市場已經有改變了 它的改變 在這邊喔 你可以 我的這邊可以切換 欸 怎麼不見 Google地圖 這裡 您看一下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取得新版Google地圖 目前是沒有 就是 自動把你升級 所以如果您有Gmail信箱 您可以告訴他我搶用新版 讓它就會改變 讓它就會改變 好 我們來試看看喔 這裡 如何獲得邀請 索取邀請 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它有那個 邀請如果有給你的話 一般來講好像都隔天就會收到了 好 隔天就會收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 糟糕 我這一台 我這一台怎麼會沒有 我這一台怎麼會沒有 等一下喔 好 那麼現在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再來檢視一下輸出的影片 它會自動把你把它網絡打開 因為我們現在看得出網絡 好 你可以發現喔 欸 第一個是無標題嘛 對不對 然後什麼描述啊 作者那些都沒有 那沒有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可是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 示範的影像 剛剛的內容丟出來 有沒有 自動出來 有沒有 自動出來 而且你看看右手自己 有沒有 講到哪裡這裡點哪裡 都自動懷弄進去 欸 那萬一你覺得這個說明不是很適合的話 可以改 這是可以改的 所以它真正每一個時代的部分 它都幫你自動加進去 我現在是把它靜音啦 但是事實上這個是有聲音的 所以我們操作過程的人都要錄下來 而且 你可以看到法徒上面有沒有黃黃的 是不是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有沒有簡單 很簡單喔 所以這樣老師在做教材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 上課的時候就做完了 回家只是把標題整理好而已 這樣是不是老師做教材就比較沒有負擔 你會不會喜歡自己在家裡面關起來 慢慢的錄音 老實講我這樣我做不太出來 因為現場的 跟那個附近的就是不一樣 因為你沒有那個感覺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說 欸 老師可以這樣這樣做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 如果你右手邊這個標題你想要改變 你可以改變一下齁 來 你看右手邊這裡 標題 你現在往右手邊預設看的 是不是要縮圖 你把它移到右手邊 有看到不一樣的嗎 好 這個 不大對 你就點到它之後 這裡有沒有 這個名稱 這就可以改了 你可以改成你想要的 是的 或者你在這邊 等一下 蹲蹲 一樣齁 這個 就直接改就好了 還有這個 你如果裡面動作比較多 它會有所謂的主標題 好 它有好幾個動作的話 它這裡會有主標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在做這樣 真的變得很簡單 怕大家 不知道工具而已 這個應該會比 PowerPen來的再更快一點點 因為很多時候 老師內容 不是只有簡報 不是只有簡報 PowerPen能夠幫助的 就比較少 雖然它也回復你 但是 它在那一塊 那個打案大型 就相對比較 不是那麼好 那這個呢 可以像這樣 老師就直接去做 那麼 第二個 我們要改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地頁 無標題 那裡面 坐在裡面很難看 很難看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來這邊 那個就是 這個專案的設定 你看 專案裡面 有沒有一個專案設定 打案這邊 你點進來 因為我剛剛這個 那個 這裡 抱歉 應該是那個 項目屬性來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那個 然後 作折 是不是都是空的 在台灣造成 剛剛那邊沒有內容 所以你在這邊 把內容打進來 剛打開來 就會出現 所以 你回想一下 我們在這個 網站上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些內容 你看 你看我在用 agent 有沒有都窮出來 對不對 那內容把就會出現 這樣大概了解的 最後一個就是 就是你怎麼把它傳到老師的學校的數位學理理台上 因為它已經輸出了嘛 對不對 那你要傳上去就是從這邊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從贊存區這邊 你看有沒有一個agent資料夾 你剛剛出自打 看你的打算叫什麼名稱 那個名稱之下它會輸出在這邊 你在輸出的時候可以選擇 我們在這裡 你如果在這邊做輸出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位置 你看看這樣 有看到它放在哪裡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資料夾丟到我們的數位學理平台上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設定怎麼那個叫做學習路徑對不對 學習路徑你就指定好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套應該 老師在用的話 平常這樣應該是蠻適合的 不管你是交電腦內的還是其他客戶的 應該您上課的過程 你就入了 那大致上教授就做完了 這樣是最輕鬆的 因為完全不需要太多不外的時間 這樣老師就有比較多時間可以跟家人相處 這很重要 大家現在加班加那麼多對不對 對啊 那這一段我就到這邊